VIR 上課 嗨,孫老師,你剛剛在使用VR上課嗎? 對啊,我剛剛在用VR上課 之前有看到您使用VR幫我們頒學生上課 回來之後,他們都覺得用VR上課的內容都很有趣呢 自從北市教育局導入HTC VIBE的VR一體機和VR教育的概念到學校後 原本監測抽象的學科內容因為VR變得簡單易懂得立體視覺 實現了每位學生都是學習主體的精神 學生也在互動操作的過程中有效提升了學習的專注力及印象 哦,好像挺有趣的 不知道使用VR上課會不會很困難 因為我對設定VR一竅不通呢 完全不會哦 VR設備只要搭配了HTC設計的VIVE中控平台 就可以省去反覆的安裝過程及操作 同時讓多名學生一起使用VR上課真的很簡單 什麼是VIVE中控平台? VIVE中控平台簡單來說 就是可以同時操作多台VR設備進入虛擬學習情境的管理工具 目前台北市國中小的智慧教室 大多都已經在觸控屏上安裝了VIVE中控平台的APP 只要開啟就可以快速進行多人VR教學啦 意思是我不需要一台一台設定VR 就可以讓學生一起進入VR場景當中囉 是的 欸,孫老師,等一下有空嗎? 方便的話想請教你如何使用VIVE中控平台 沒問題,跟我來吧,我直接操作一次給你看 VIVE中控平台的功能及特色 1.告別繁複安裝步驟,支援系統,課程自更新 2.見面直觀好操作,設備管理便輕鬆 3.一鍵派送VR課程,多人學習更便利 4.即時回傳VR畫面,教師上課掌握度更高 首先,我們先開啟VR裝置及中控平台 確認兩邊都已連上線的狀態下 若有偵測到新的課程清單與中控版本 中控就會進行自更新 健身老師等待更新的動作和時間 再來,中控界面下方設計了直觀的VR連線狀態 如果教室內的VR設備都順利連上線的話 右下角會呈現綠色燈號 如果連線失敗,則是灰色燈號 若是要查看VR設備相關細節 可以點擊設備管理,輕鬆瀏覽所有VR裝置的狀態 所以第一台是手柄電量不足,第18台是沒連線,對嗎? 沒錯,這些VR裝置的訊息都會即時回報到中控上 有問題都可以點擊驚探號,查看並管理 現在我們點進課程管理 比如說老師是教健康教育 我們就到健康與體育這類 找到適合的課程進行訂閱 訂閱成功後就可以直接點擊執行咯 這麼快啊,所以我不用特別在VR設備進行設定了嗎? 對啊,中控會自動推送課程到VR設備上 整個過程從訂閱到推送,大概10秒左右就完成了 而且以後也會陸續擴充新的VR內容 到時候老師就可以依照學生的需求,安排適合的課程了 再問一題,我要怎麼知道學生有沒有順利進到VR課程 必按照我的指示進行學習呢? 為了方便老師查看學生操作畫面並進行講解 中控平台在VR課程主頁面設置了貼心的VR畫面監控功能 在課堂上只要在右下角點擊綠燈 就可以開啟紫畫面 看到指定VR設備內的即時影像 我們也可以切換成全螢幕 引導學生與課程進行互動 位移觀察物體 也可以點選他台進行切換 或結束全螢幕回到上課畫面 原來如此 用VR上課比起以前真的容易很多 尤其搭配我們中控平台的操作 可以省下很多時間呢 這樣我要先來預約智慧教師的時段了 下次再帶我們班學生過來 動作要快喔 我也是因為操作方便啊 才愛上用VR上課的 對了 我們有組一個VR上課的研習社團 有空的話可以一起參加 我們一起來研究VR教學的無限可能吧